大家好,我是JC 我收藏上這隻古惑狼賽車終於上個禮拜推出了 有沒有第一時間回來玩呢? 如果還考慮賣不賣的話 不如看我們這條影片再決定吧 古惑狼系列相信都是不少人的童年回憶 別看我好像小時候這樣 其實我也是古惑狼的粉絲 今次官方高清重製了這隻接近20年歷史的遊戲 而坊間反應又好像好平如潮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玩呢? 這隻遊戲的玩法跟Mario賽車 Sonic賽車那些差不多 很容易上手的 藍類路少也適合玩的 遊戲內容基於當年PlayStation版本的 古惑狼賽車高清重製 內容大致相同 當年的遊戲模式、角色、賽道和道具都一一保留 今集會追加新車種和賽道 而遊戲會支援單人遊玩 最多單機試玩和線上競賽 經過一輪試玩之後 我都覺得這遊戲蠻好玩的 首先要贊的地方就是它的介面設計 我很細緻的 畫功都蠻好 另外是它的操控性方面 操控性都比其他類似作品 都比較簡單 都很容易明白 很容易搶手 遊戲已經在Xbox、PS4和Switch平台發售 如果想知道更多古惑狼的報導內容的話 可以到DESCRIPTION BOX的連結裡面查看 接下來KINGO電遊戲台 每逢星期五 也會有新的介紹影片推出 我的頻道也會有更多的遊戲影片實況 我頻道的連結也會放在DESCRIPTION BOX裡面 記得多點訂閱 多謝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